再給我們勉勵勉力 還有呼吸我們應該怎麼做 讓這個內部鄉親能夠更了解 跟實際做好研究 首先我要是謝謝我們這個蔡師兄 還有我們實際的團隊 還有兩位里長還有議員等等 能夠坐下來跟居民溝通這麼久的時間 其實當區長經常被誤會 這是常有的事情 也不是很在意 在意的是說 到底大家能不能把真正的問題談出來 然後用很好的方向 很好的解決方案去解決 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我想不管是支持的居民 或者是反對的居民 一定都有各的理由大家談出來 今天大概我看有15位居民朋友談出來 有很多我們認識的鄰居 我想在地的鄰居 我們在地的住戶 我也住在大戶裡 我們最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希望很多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剛剛有居民提到 8米的大陸進去會不會影響到裡面的 公共安全的問題 我們也很注意 是不是進去之後會影響到有噪音 是不是裡面的燃酒塞外面停車場 這個總是我們都很關心這些議題 提出來 我們好好跟實際來討論一下 還有這個剛剛有人提到 一定會砍到山坡地的坡腳 造成順向坡的問題 是不是直接將來在說明會裡面 或者在所有的這個 要說服居民的稅鐵裡面 都能夠真的把它寫得很清楚 說得很清楚 圖畫的大家都看得懂 這個真的很重要 我想要不要環評 要不要這個公債 我想如果我們我剛一直在強調 我們將來送到都委會去 都委會都是獨立作業的專家 他們一定會告訴實際說要或不要 我想五位居民大家就放心 都委會為什麼我說他是獨立作業的專家 我想第一屆的市長 不管是黑黨執政 第一屆的市長都弄萬壇 這些都計委員真的是要害這些市長 因為他送了很多案子都沒過 包括現在很多都更的案子也都卡在那邊 很多案子大家都要很深深的去評估 也不能怪這些都計委員 說為什麼把案子都延遲那麼久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放心的 那我想我們住在這裡 我們愛護這個地方 我希望實際也都能夠多辦幾次說明會 但是要多久的時間通知居民 我想大家都慢慢再溝通一下 我想到底是兩個禮拜還是三個禮拜還是一個月 大家總是要有一點時間 我想這個日經兄提的證明有道理 我們大家多給對方一點時間 大家都來討論 可是我要提醒的就是說 所有的案子一拖 這個時間一拖長久 常常會有很多的變化 如果各位覺得可以 我們就趕快把問題提出來 不要拖太久 拖太久我們一直要準備好問題 再來跟對方做詢問 同樣會也有很多的時機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我想我們努力的來溝通 今天沒有辦法提出書面的 沒有辦法提出口頭的 我們也可以書面的提出來 請慈濟來做說明 總之我謝謝慈濟 對於整個人文事業的投入 每一次我們救災都謝謝他們 這個就是在政府立場 個人立場 我們都非常的感謝 和持續的協助 但是持續到台灣這塊地 基本上 為了居民的意見還是很重要 我們希望都能夠充分的溝通 我們也希望議員 這個很多助理都來 各位爺爺來 我希望議員能夠協助我們 跟居民跟這個慈濟三方 都能夠做很好的溝通 讓政府在做很多決策的時候 都能夠很順利的把它完成 在這裡也謝謝 直接謝謝各位英俊 謝謝你們